我们常常在讲肥胖是百病的根源 但很不幸的在台湾 竟然是亚洲第一胖 特别是脂肪肝这个指标 基本上很多年轻人都有脂肪肝 是 而且真的在台湾这个情形越来越多 当然跟我们的饮食习惯也有相关 第一个 以前曾经有研究就发现 果糖消耗量越多的国家 他们这个比例是高的 那我们每天手摇饮里面都是果糖 所以很多年轻人除了吃糖 吃手摇饮之外又有不良的习惯 所以比如说之前有一个工程师 他们天天大概在家 在桌子前就吃这些东西 然后公司就帮他们安排健检你知道吗 那才30多岁呢 健检报告就显示 第一个他当然是血脂肪不合格 第二个就发现说 他有肝功能的异常 肝功能异常可是他并没有BC肝 一看就是他有重度脂肪肝 你知道重度脂肪肝 你可以用几个分法 像这种是用重量来看 就等于说你的这个脂肪的重量呢 已经超过你肝脏重量的四分之一到一半 那有人说重度脂肪肝是 你等于三分之二的那个脂肪 里面是看得到脂肪的 那他们说简单的说 就差不多跟和牛 A5和牛 A5和牛 差不多跟A5和牛分布的脂肪的比例差不多 可是这个很重要是因为 刚刚你看他连肝脏的功能都异常 医生形容说 那个曹云波看上去的时候 就是亮晃晃白白的一片 都是油光 但是他至少他还看起来只是还是好 只是轻度的肝指数的异常 另外一个人就没有那么幸运 他就很奇怪 就是呢 他其实没有B型肝炎 也没有C型肝炎 但是因为他有中度的脂肪肝 所以他其实 又没有办法经过饮食好好的控制 所以他就持续还有乖乖做超音波 那有一次在追踪超音波的时候 医生就发现说 看起来有一个很可疑的病灶 就把他转去给专门看 肝脏超音波的名医 名医一看就说 这个真的有问题 就说他发现他胆管癌 胆管癌 然后后来胆管癌处理完之后呢 反正他陆续追踪 后来陆续也发现 他肝脏的食指也开始长出一颗一颗 小小的小型肝癌 那大家就觉得很奇怪 没有B肝 没有C肝 所以呢 有一种说法就是说 未来因为B肝有疫苗 C肝有病毒可以根治 所以未来我们肝癌的主要来源 有可能其中之一就是脂肪肝 因为他一样会因为肥胖之后 形成了脂肪肝 你都不控制之后 他还是会发炎 发炎之后持续不控制就硬化 硬化还是有机会变成肝癌 所以假设大家都不控制 自己的嘴巴的话 真的有机会 当我们根除B肝 根除C肝之后 脂肪肝会变成我们 很重要的肝癌来 下一个肝癌的制造者 好可怕哦 因为一般的脂肪 在肝脏里面 大概占2%到4% 所以基本上5以上 就叫做脂肪肝 根据他脂肪的含量 轻中重 他这个很讨厌嘛 反正脂肪摆在那里 久了就是发炎 就变脂肪肝 发炎更久就硬化 硬化就跟BC肝一样 走肝癌 那很可怕的是 他有可能是这样 没有肝硬化 对对 就直接这样跳过来了 他听到脂肪肝 你以为影响的只有肝脏吗 不是哦 听说影响是全身 是不是啊 全身的 我们其实不是只有肝癌 而且他其他的癌症 统计起来也会上升 啊脂肪肝会造成其他癌症啊 对我们做一个简单的 最近的一个新的研究 一个瑞典的研究 他们追踪长期 差不多13年左右 发现他不管很多癌症 整体来说得到 罹患癌症的几率会上升 那比如说他们有发现说 除了肝癌以外呢 他像胰脏癌 或膀胱癌 或肾脏的癌症 或黑色素细胞癌 其实以前也就认为说 直肠癌 肠胃道的疾病 肠胃道的癌症 像胃癌 胃脏癌 那些其实都跟着会上升 对那这个 不只伤肝而已 不只伤肝 而且我们可以看得到 就像除了我们的癌症之外 我们其实最担心的 还是心血管疾病 因为发生说 只要有脂肪肝的人 他可能不是除了癌症 这个危险之外呢 他也会容易中风 心肌梗塞 心血管疾病也会明显的增加 它也是一个独立的预测因子 OK 所以伤到心血管之外 又容易得癌症 而且这些那个废物 如果跑到脑里面 还会造成你提早失智 是啊 真的很惨 我们知道消除脂肪肝 最有效法就是去减重 但是如果不当的减重 或是太快速的减重 反而会造成你脂肪肝上升 对 我听说一个案例 其实我真的觉得 大家可能在减重的时候 需要有一个节奏 不要急 你不要觉得 我为了要瘦10公斤 我下个月就要10公斤 通常他一定会带来 一定程度的后果 那个是一个女孩子 这个女孩子 他其实就是一个年轻女生 就决定要减重 但是他就觉得要立刻瘦 所以他当时就做了一些 他自己觉得很极端的方法 比如说他吃没有主食 就是没有我们一般的淀粉 他完全不碰 那他不吃油脂 其实你可以想象到 他就是吃很低油脂的蛋白质 或者是吃蔬菜类 那确实他的减重的路程很顺利 可是在那段时间后 因为他们全办公司 就会一起做一些健检 他的健检报告就发现 他中度脂肪肝 然后他就跟其他朋友讲 因为他自己是嘛 他就跟其他朋友说 他其他朋友说 怎么会我们每一个加入 这个无主食减重行业的人 竟然每一个人都好像在肝的 这个超音波伤出了一点点问题 那至于他到底是什么原因 那我们必须还是得说一下 脂肪肝他最好的方法就是减重 但是我们讲一个 算是科学上的现象 就是我们有时候会有 这个血糖指数高 甚至到糖尿病 有时候我们就会用药物 甚至用减重的方式 让他血糖下降 但我发现一个现象是 当你的血糖快速下降 下降的真的太快的时候 有些人抽血的胆固醇指数会上升 那血脂肪上症 血脂肪上症 其实我们知道很多的血脂肪 它来自就是肝脏的脂肪 所以其实到底会不会 我们身体当体重瞬间下降 或血糖瞬间下降的时候 会让我们整体的这些 血液指数产生一些失衡 是有可能的 所以我建议大家 如果你真的要减重 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我们把半个月到一个月 设定为一个目标 就两周到四周 两周四周瘦1到2公斤 其实这样是最好 就是身体其实慢慢下降 身体可以有很多的时间 去慢慢平衡 这样子的减重的速度跟效率 才不会你减得很成功 接下来一堆问题找上了 因为这个领导就很怪 有人在急速减重的时候 真的脂肪肝脏变很严重 有一个讲法是说 因为当你急速减重 你什么都不吃 你血糖就会降低 血糖降低人会死掉 那你就要分解一些能量 来产生血糖 从那一来 身体上分解这些能量 还是从肝脏来 所以身上的一些蛋白质 一些脂肪都会往肝脏送 但是你知道吗 因为你急速减重的关系 所以很多分解那些脂肪 那些能量 你也没有 一些微酬你也没有 所以这些东西被遇到肝脏 又分解不掉 就搞到你脂肪反而变得更严重 所以不要乱减重 减重太夸张 减重还是要循序渐进 但是你在减重的同时 还可以搭配穴道 来降低你的脂肪肝 吴医师 对 尤其是我们有一些 那个穴道本身就是在肝的表面上 因为如果你的这个脂肪 长到屁股上 手臂上应该问题比较不大 那长到你的这个肚脊周围 绕一圈那个叫什么 什么渡泳圈 渡泳圈 鱼渡滑 那个就很明显 那个舌头一伸出来 我们就一看 哇 上面各种颜色都有 甚至都还有一个青色的 这个通常都是 有脂肪肝 有轻度 中度 甚至重度 他就说 你怎么怎么样 怎么重度 一动怎么舌头伸出来 就会显现出来 你的这个脂肪 那个沉淀的状态 那我们这个穴道上面 可以有些DIY的地方 那通常我们在这个肚脐上面 来做一个什么按压 那第一个穴道 就是我们的这个什么 天酥穴 天酥穴 那天酥穴怎么找呢 很早 很好找 就是把这个什么 肚脐先找出来 肚脐然后往这边 各这三指 三指 第三指的旁边 这里就是我们的什么 天酥穴 天酥穴 对不对 哎呀 那你的脂肪太少了 都摸不到 对不对 然后呢 在这个我们天酥穴的旁边 在三指 三指的地方 就是叫大恒 大恒穴 大恒 这个不是恒大 是大恒 大恒穴 恒大是股票是不是 股票 股票是吗 这大恒穴 那就增强大家记忆 因为这个大恒呢 就是在我们 这不是我们有一个 恒纹的一个地方 那它这个距离 我们的这个天酥穴 然后整条这个大的 这个纹路上面 所以它这个地方 就一个天酥 一个大恒 怎么来做这个运动呢 或者穴道按摩呢 因为你知道有时候很厚嘛 对 所以你就把这个 食指 大母哥还有中指 捏住 捏住它 把六捏出来了 捏住它 然后按压 那你这样按 你这样捏 很难捏 你就要往前轻一点 你的脂肪就会出来了 捏住它 对不对 坐着一泳圈就跑出来了 对 跑出来 对不对 然后捏 然后你在捏的时候要什么 顺时针 这样捏捏捏捏 还要顺时针啊 那一圈啊 按照肚脐 只是在你的什么大恒穴 跟我们的这个什么天速穴的地方 用力 用力 要是掐 到底不要再吃了 掐它 每次至少要 对 至少要掐个什么 至少要5分钟 10分钟 那这样像我有时候呢 就有扣的时候 在诊间的时候 我就会什么 这样掐着 往前 往前掐 往后仰 往前掐 往后仰 你就会发现 这个脂肪也会做一个代谢 然后带动我们的这个肌肉 那还有一个穴道呢 是基本上大家常常用来什么 增加我们的这个脂肪的代谢 有一个穴道叫蜂龙穴 蜂龙穴 那这个蜂龙穴在我们的什么 小腿上面 小腿 小腿上面 那我们的这个小腿很漂亮 你看 那就在哪里 还要先把它存在 对 所以小腿很漂亮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利用它那个穴道 我们可以坐着 然后坐的时候 我们把我们的什么大母哥 还有狮子的时候 先把这个穴子找出来 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外怀间 外怀间 外怀间在哪里呢 就是我们的外怀 下面有没有 在那个下面 对对对对 那个外怀 然后把膝颜 膝颜在我们的膝盖外面 跟这边膝颜 对对对 膝颜膝外面 做一个连线 这是连线的中心点 就是这个蜂龙线 有没有看到 那这个按压 那你可以坐着按 像那个韦如是要示范 所以站着 那我们坐着比较安全 然后两边 顺时钟 逆时针 上下 每次他至少要做个一分钟 是 每天要做至少做三次 所以这三个酱子的穴道交给大家 另外除了穴道之外 广告之后 我们来教你做一道酱子餐 咯 糖尿病的盛行率不止越来越高 现在有一个特色就是 糖尿病也正在年轻化当中 大家发生糖尿病之前呢 还有一个糖尿病前期 很多人都会担心说 哇 吃油要会掉 你的功能越吃了 本来就是越来越退化 那你说 我有没有可能说 我一开始有吃药 后来就停药 当然有可能 事实上这样的例子非常非常多 一旦发生低血糖的时候 其实没有非常建议去买巧克力 来当作低血糖的补充品 赶快加入健康2.0 YouTube的频道会员 超值活力班 尊荣养生班 都能线上观看专属课程 还有豪里等着你喔